第1千場勝利 揮棒落空 再見三陣 1千勝達成 這是屬於歷史性的一刻 台港雄印在週間的短期系列賽裡面 搬回了一程 靠的是三位投手的一個接力 玩瘋5比0打敗了樂天桃園 洪運中總教練正式 達到了他執教的第1千場勝利 在樂天這邊其實蠻多內野 樂天的球迷剛剛在啦啦隊團長阿成的這個宣導下 其實非常多的球迷來見證這一刻 也是恭喜洪運中總教練 在桃園樂天棒球場達成個人執教生涯第一千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義 過去洪運中總教練在桃園棒球場 總共加今天累積了332勝 所以桃園棒球場 我相信對於洪運中總教練 是非常非常有意義的一個地方 過去也曾經在這邊 拿下三連霸非常好的成績 所以邀請洪運中總教練 給我們所有樂天十號隊友們致意 邀請我們所有的兄弟 給我們洪手一個熱情的掌聲 謝謝各位樂天十號隊友 謝謝 洪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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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剛剛有一個馬賽克 主持人的一個開場 不過因為 主客隊的球迷是在他們的專屬區 所以他們那個儀式本來就是有規劃 全隊會跟著總教練呢 到這個外野去向他們的這個球迷呢 然後做一個拍照 做一個慶祝 那剛剛是在說 洪一忠只能說他是很幸運 那他也知道說這個紀錄是非常不容易 因為我們說 你在中華職棒 甚至台灣職棒的這個勝場數來看 現階段下一位最接近千勝的教頭 是現在龍隊的葉君章 352 今天贏的話353 所以其實是還差很遠 還差給王總一個熱心的 所以他必須要再執教至少15年 可能才有這個去接 成為下一位千勝的這個紀錄 所以我們在看到 到了這個外野 今天連客隊的這個 台岡熊英的董事長王九分董事長呢 也有來到現場 親自呢給這個 洪一忠總教練做一個獻花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 完成達成我們個人指教生涯 第一千勝 好 好 還有媒體朋友們需要畫面了嗎 好 OK 謝謝 感謝感謝我們王九分董事長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們 接下來要請我們劉東陽領隊 製造我們洪一忠總教練 千勝的紀念手把 再一次恭喜我們洪一忠總教練 好的 謝謝 感謝我們各位媒體朋友們 謝謝 好 各位球迷 接下來我要把時間交給我們洪一忠總教練 謝謝 這真的是緣分 呃 等待那麼久 結果還是在桃園這個球場 拿到第一千勝 那我想 現在現場有很多觀眾 以前我在這裡帶隊的時候 應該也為我加油過 所以我利用這個機會 也跟現場的觀眾朋友 跟你們說一聲謝謝 謝謝 當然這一千勝走來 起起伏伏 然後波折很多 那也蠻辛苦的走這麼久 不過這是我一個里程碑 但是呢 我們台康才剛開始 那 我希望你們未來 能夠繼續替台康加油 台康這一群年輕人 我覺得他們的未來性很 可塑性很高 他們一定會越來越進步 所以只要有你們的支持 他們的 一定會展現最好的球技 表現在你們面前 好不好 我 我本來有很多話要講 但是 我現在一時間講不太出來 不過 我還是要 今天還是要謝謝 現場的這些球員 他們非常努力 雖然我們的 這一 今年以來 我們的成績 不是那麼的順遂 不過他們每天都踢倒 到球場拼命的練習 所以我希望你們給他鼓鼓掌 好不好 然後繼續挺台康 台康一定會用最好的成績 來回饋各位球迷 謝謝大家 謝謝 好的 再一次熱情的掌聲 我們恭喜 洪宇宙總教練 那接下來我們也邀請洪總 我們王總 來 劉東洋領隊我們到前面 來 我們要跟所有外野的球皮朋友 來一張大合照喔 趕快 我們稍微把人潮拒 緊張一點 好 其實剛剛在慶祝洪宇宙總教練啊 成為史上唯一千聖教頭達成的這個同時喔 我們轉播的字卡呢 也有顯示出他在先前 所累積帶對的一個成績 所以你看大家從 Lanew時期 帶到Lamigo時期 其實加起來 這個 所贏的這個勝場數 還不是七千 是八七百 是八百多長喔 所以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個比例 所以對於桃園球場喔 對於這邊呢 是非常熟悉 是有感情的 好 那在富邦時期呢 是一百零七場的一個勝利啊 所以呢 這個是千聖的這一個里程 我們在這邊喔 也 滿榮幸喔 可以參與在其中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針對今天 這場比賽 在這個清楚的同時 我們簡短的請 這個熊哥講一下 你也可以談一談這個 你的感想 因為 黃宇宙總教練說 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你也當過總教練 知道這有多困難 因為現在的教練 甚至幾年可能戰績不好 就必須要去做換人的這種調整喔 對 其實我好幾次 在這個賽前練習的時候 跟洪宇宙總教練有一些談話 在跟他討論一下棒球的一些議題喔 我覺得洪宇宙總教練的一些觀念啊 都是非常清晰邏輯的性也很好 然後他總是不厭其煩的 願意給這些年輕人有一些指導 或許有些選手會覺得說 他知道的時候講的話 他比較直接 會講到心坎裡 但是我覺得一個總教練 他就是能夠直接 點出你的一個問題點的話 讓你可以即刻的去做一個很 絕對正確的方向去做修正 這是需要 不是應該繞著一 繞彎繞很大的一個 告訴你說你有什麼錯誤 其實你的時間點已經錯過了 那我覺得每次跟洪宇宙談話 我都覺得即便我是當球評 我也當教練 我覺得我的收穫都蠻多的 成為中華時報史上的第一人 恭喜洪宇宙 也謝謝今天到場所有 台岡雄英的球迷朋友們 禮拜五 我們在澄清湖球場繼續加油 謝謝 所以你看鏡頭上面 也看到包括過去帶的這些子弟兵 像小胖阿菲阿 這個也都在休息室裡面 也是來管理並沒有好好先進去 這其實真的就是 還會蠻讓人感動的 對 我們說棒球場上 這種球員的異動 教練團的這些異動 其實你要是攤開各國的職棒 都是很平常 只是因為我們的對數比較少 但是其實這種異動 過去你畢竟都還是有所謂的這種 師徒之情 你也一起奮戰過 也拿過榮耀 所以我們說我們在這邊轉播 紅衣中總教練 他帶過三連棒 所以其實這都是 不會被抹滅掉的這個紀錄 所以我們能夠參與其中 雖然現在紅衣中總教練 已經是客隊的這個總教練 可是你看要在現場去跟他聊去跟他談 他就是不會不厭其煩的 也是會去跟你去分享 對 所以再次的一個恭喜他 因為我覺得我跟熊哥一定也是會覺得是蠻榮幸的 以後要再見證到下一個簽證的比辰杯 我們說真的 不能說絕後 可是要等很久 對 因為現役的話 就是葉君章剛剛說352 今天贏的話353 再往下一個最接近的是 就是明月平大平總教練 當然也是250 這個數字 那距離1000 真的都還很遙遠 很遙遠 所以紅衣中總教練 他這個不是帶10年 Jensen 他也是帶了個20年以上的這個賽季 對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現在 繞場過來 所以到了跟自己過去的這個選手 這個球隊呢 我覺得這個也真的是會蠻感人的 好 好 好 先去 這個不只是跟自己過去的子弟兵 擁抱、致意、寒暄 就包括現場一些熱天的一個球迷 這個也還是會給黃昱忠總教練 大的一個肯定 跟阿成這個同事 以前這樣做是同事 對 畢竟同事很久了